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股评 今天的恒指很厉害 现在临近美市恒指报24,548点 268点 暂时成交有759亿 成交不算太大 有些人会觉得是一个夹上 即是美企结前夹上 因为今天也说美企也没什么点升 因为昨天做好了美企 但今天亚洲交易时段的美股期货 已经没什么太大动动 唯独港股非常之厉害 罕有地都跑赢了A股 虽然走势上到相近 因为A股今天探完底再收集了跌幅 又再下跌 最后算是跌了 跌5点的跌幅有0.1% 收复2,810点 上证指数 所以港股现在上证跌0.1% 港股上升1.1% 都跑赢了A股 不知道是否本地的确诊数目 非常理想 今天又没有了 是的 连续第三日零确诊 原来已经是 再加上你现在有消息说 政府打算给这些跨境学童 以及符合香港经济利益 提供专业服务等人士 可以获勿在内地入境后的强制检疫 换言之准备开关 是的 没错 这个消息就不排除带来市场气氛上的刺激 因为持续现在到恒生指数 挨近美市 其实都仍在差不多全日的高位 补充一句 刚才说到美股期货 到指期货 刚刚现在这一刻都高水114点 大概24,200附近的水平 下午都有份帮助港股方面 至于上证指数那里 稍微降下一点 如果你说香港方面 有机会通关 甚至乎有个别人士 不需要检疫各样情况的话 其实都可能真的 似乎政府的信心 都开始有点在 是的 会大事气氛好一点 也会有利很多的经商 譬如有些可能住在内地 又来香港上班的人 就可以回来上班 除此之外 都可以看看 会不会零售股有些刺激 因为都冲敬 现在开了这些上班的人 过来 迟早开了自由行 都可以看看 通常看周大福 看到几个 如果可以选 本地零售不是太多的选择 如果看好都是选择周大福 周大福现在升到3.2% 是 之前说这些位置 都看没什么再跌 就低级 但现在实际上有动力 开始突破了 是的 企稳了50天线 10天线上穿了50天线 这个有多少动力 这个就升了3.2% 至于同叶 其实走势相对都好的 5906幅 同时今天也是升超过半成 升仁就是5.4个百分点 成交都不差 超过上个交易日 它也是一个横行 有少少突破的势头 是的 如果看起来 其实因为本地 真的不是很多只可以选择 不过这只就冷一点 也未必受惠 就是内地自由行 可能是本地人下为主 大家乐 因为今天它都有个升幅 升幅3% 同时也准备要挑战 过几两个星期之前 有支阴烛顶位16元齐头 现在这一刻 它正正就是16元 还有大家平时热门的本地零售 就是178沙沙 是 虽然想说 不是太看好它 本身业绩很差 今天到最后都扩大升幅 都可以彈 不过 都是因为这些跌得多 当然都容易彈得多些 但是如果你这样说 要选一只 我都是选1929周大幅 就算你长渣短炒加移 这些就是 是的 1929过往都和大家讲过 派息又慷慨一些 业绩方面都很理想 和5906伏都可以考虑一下 不过其他就 不是全部股份都说 有得炒作的 不过 有少少升幅 就总有的 因为今天市都升了 1997 九龙仓置业 就hold住 海档城和時代广场 现在暂时在升2.2个百分点 就未有突破 未有突破 至于拿着SOGO的1212利幅 就明显没有什么表现 只是升了一个先 大家就自己去留意 自己去彈 好 那都看看 今天成家保障率的股份如何 因为大市重上了24500 报24573 升293 就快升300点 24600 其实我们之前上网的阻力 24600 24500 当然都是一个关口 这样的话 就真的要看 其实今天可能都 有机会 就要是 碰到上去这些位置 24503点 就是当时最高的 足身 现在就24567点 应该就是突破了 如果现在去收的话 也都可以叫做突破 接着就要挑战较早之前的两个裂口 那些裂口分别是3月11月12日 和3月6日、9日 那些时候 看一下 正路 正路今天 如果你说不是U盘方面 太鬼怪的话 应该真是突破 A-Miles 说 可不可以拿住7500 呢 有没有再加货味呢 加就肯定不会加的 差在几时减 或者投降 加一定不会加的 因为你现在的势头 似乎它企定 更想向上突破 就一定不可以加 Keep 呢 你还可以说 看今天收市如何 譬如今晚美股如何 那你就要 在长假期前 最好就处置了它 当然有些把握 市场下来的 你就说过假期 如果都是继续升的 那没有把握的时候 就避免过假期 是的 那无论如何 未买就不买 买了 最多最多都只Keep 就不能够加的 是的 我都觉得是 人们就会hold住 这个位置应该是阻力位 不会的 不会设定价去估 我都不会这样估 反而如果突破到 其实都要止 除非这些位置明显出现阴烛 这样就说 否则应该都是头颇向上的 向上 到时看看它去到哪里 再出阴烛 才再去部署 真的回先追来 因为7500 其实在市场夹上来的时候 都一直很多人去低位的时候 已经开始开胆 不能够坐太久 这些都 看回整间房上 多只股份都做好 现时 就是大那些 腾讯压力 就比较 轻微波动 如果你说 升得最多的 那就是 我们今天中午提过的 都是 中金升7% 中芯升6% 月民升14% 是的 多几只 分别有不同的消息面 其实中午的时候 都和大家去挡救过 反之就看到跌了 跌就有些个别 例如康芳 康芳生物 其实这些我觉得 康芳今天如果这样位置 是不是真的回呢 我觉得是应该 现在是26.3号半 今天提过大家 好像是26元 那就是还能守得住 可以提到 暂时 如果用这个 就是小时图的做法 是的 26元 是的 没错 如果小时图的话 勉强26元 起到的话 都还可以的 不过就 小心了 因为都叫做上市以来 虽然出局真的很短 只有三天 上市以来首度出阴烛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一点 似乎要审慎一点 看看它是不是短线度价 刚才就说到 成加坡上面几只做好呢 看到原来两位朋友 都关注月民 因为月民是一只千年蟹货股 卡就说 可不可以回家乡呢 卡的家乡是多少钱呢 就不知道了 不同价位都有人坐货 有一些百多元坐下来 今天都弹得厉害了 现在是36.65元 我觉得有货 就唯有等下了 虽然如果你是百多元那些 就真的不容易回到家乡 不可以一下子一下子 都拿过家乡出来说 不过来到这些位置 既然大成交 大洋竹 基本因素上面 你说它借一些也好 也好 也好 都叫做 有个消息 管理层变党 多多少憧憬 即管看看是否真的可以 今天升一棍 看看会不会再站稳 那些位置 有得它 因为你连教组之前 30元 哪些位置 其实你都试过捱过 正路应该都继续等 Fionn想买 现价可否进入 今天还不太建议进入 因为上方比较多鞋货 纯炒一个因素 只能够看39.5元 也不是太多税位 跟现价比 现在竞价时段 恒指报24,577点 升297点 现时成交有800亿 又不算很小成交 未成小过竞价时段 同时差不多 昨天进入竞价时段 应该是808亿 今天没有北水 昨天有 似乎分别不大 先到广告 广告之后 不如看看中央出了业绩的汇控 看看走势如何 待会见 好,回来节目时间 刚才说到你想看 今天中午出了业绩的汇控和恒生 其实本身对业绩 都应该不是太大憧憬 我说一下职后的反应 看看5号先 多点关注 现在升近1% 保39.9毫半 每孔首季 列仗基准除税前利润 下跌了48% 跌到32.3亿美元 比预期之中还要差 因为本身应该不是太好预期 今天业绩后 都有去插一插过 其实汇控和恒生也是 我知道有些人 就是部署 在职前插 有些人就是业绩后 拨他这个超级反弹 召赏的各有 因为你看到 他在摺绩出来之后 午后是急插的 急插之后 都会弹化 因为市场太厉害了 所以你看到今天就变成了十字星的状态 是的 现在暂时来看 看到代变 业绩方面 其实没得很拗 一定是差的了 展望方面 这边也要去面对 就是说 究竟他的撥臂 因为大增了四倍 反映了 其实对于接下来 收贷款 各样情况 变坏 是有个心理准备在 似乎对前景 不是看得那么好 今天市场上升 他都可以拉回升 一到百分点左右 其实 今天开在40.1 现在是40 所以似乎 大粒升 代变 看看市场 他跑不赢 因为市场已经突破了某些水位 而他这个个股 似乎 都仍是 譬如在 齐头关40元这些水平 就是过去这几天 都是 要是下39 40 41就上不了 这样的情况 是 好 看完汇控 看看YouTube上面的问题 好 阿森就想看743 没有货的 什么位买好呢 见他那个息都挺高的 现价8.73 收益率有6.4% 息都不错的 最近就发了一个刑警 第一季利润 就预计按年是减少65% 也挺多 你对比如果 因为预计了整个行业都差 但你对比较龙头的914海螺 今天出了业绩 其实就是升1% 亦都比一些大行 就调升目标价 因为呢 其实就 海螺首季的正利润都下跌 就按年下跌19% 跌幅没那么大 你看到 亚洲水泥作为比较小一点的水泥企业 其实利润下跌幅度就大得更重要 跌6成的话 都挺严重的 比起管理层之前业绩的时候 就说预计跌5成更加多了 这个刑警 股价都受压的 现在就8.75 你看回 8.76是这期的支持位置 这样的话 虽然你打算收息的话 就不用说预计它要立即有什么动力 都可以的 不过 如果你看到去年8.75都穿了 你看看会不会有机会便宜些 8元以下 更值得买 是啊 不用急着去做 因为 譬如好像今天升市它都不升 其实都偏弱 偏弱的了 是啊 加上有刑警 刑警不是说一定跌的 不过它是跌过一批 那就是说 似乎短线都未必真的强回起来 所以我自己看法都是一般 今天 如果同业 跑得比较好一点 可能就可以看一只914 海拿水泥 龙头那几只跑得比较好 不过如果 如果你是打算作为长线收息 你可以等743回回一点 是啊 914就真的强小一点 你见914 1313和3323这几只都是 914首季的淨利润跌了19% 但是真的 你见到 亚洲水泥都出了刑警 一向出刑喜 那现在整行都差 它只是跌19% 淨利润 其实有收货 那些大行还齐齐 就提高它的目标价 那都继续看好 而且都是憧憬两会的 没错 如果914的话 看看较早之前两个顶位 可不可以充得过 3月2号顶位 60.25 1月2号的顶位 60.95 目前都是逼近 但是未曾突破到的 儘管给多一点点耐性 有货的朋友 可以继续保持住 是啊 我都继续看好914 看着有望突破60元以上 不过又是未必建议 现在买的 就因为都很近阻力的位置 是啊 好 跟着我就选Emilio 他就问我 他说27号怎么看呢 好像不是很跟市 当然 是不是跑输 有时市市不升的时候 他们整个版本都升 真的 升了1.5到8分点 大致都跟 可以挑战过去这个星期的高位 较早前一两天 有支阴烛那些阴烛顶位 大致就是50.8毫半 现在是50.7的 儘管看看是否可以去到 我觉得都跟着的 不要计算一天半天 有货朋友 我建议你先保持住 我不确定Emilio 你还是在沽 他是在沽 他很多时候都是说沽 如果沽的话 你真的要看这两毫子 在阻止 如果向上突破的时候 说真的 沽就要考虑止蝕了 因为你见现在市场这么强的时候 一些弱势各屋 其实就只是横行 突破不了阻力位 但是你就可以等多一会儿 但是如果他突破 其实都需要去止蝕 是啊 跟着 就有Jason Jason他就问 先锋医药1345 尾市就急回 今天最高位置 1.01 1.01 最多就是回两格 1.01 下回1.09 那些位置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可以先保持住 因为其实一直以来 一直以来都有一度和大家更新 和Jason更新 这支股份 其实最差的时间 3月的时候 你都熬过了 一直看见 4月 你见到军线 又帥哥了 10天 20天线 升穿了50天线 所以我觉得 可以继续持有 虽然 其实我是不知道 这是什么来的 实际上也相当之冷门 667万成交一天 其实就完全不入流 不过 既然图好 的话 先拿着 好 接着 看到刚才有位朋友 现在看不到个留言 不过是问780 同城藝龙 我想是在炒旅游业复苏 因为内地都很想快点 开回景点 现在上上下 就上到13.1 突破了12.82 一个前顶位置 所以现在都收了市 现在正式就确认到突破 竞价 其实你明天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 但是如果你说上网的水位 都是回到14 是一个大位 水位就未必太多 只是一个很短线的操作 没错 线位方面就排好一点 看看有没有机会 提一提你 牛红线就刚刚很严格 13.1毫2附近 跟现在13.1 似乎相当之近 不过也不会特别 一定要很害怕牛红线 他都有一些炒族的概念 就是旅游那些因素 今天教育股当炒 都有人问 Eric他就问 382中汇 382中汇 差不多大洋竹收在day high 五个二号9 他现在就五个二号6 洋竹一大支 看看是否测试到 较早之前二月份的高位 他说没有货的话 可不可以入 都可以考虑 留意 如果看较早之前的顶位 就是五个半 作为第一站的目标 我觉得 因为不排除到行业方面 都仍有轮流炒 还有这只股份 今天的成交都很大 Lily就想问 这只二四亿压力健康 最近都有人问 Lily上个礼拜 应该从高位走 星期五 应该是 看看什么价位进入 我觉得目前 这两天都有一些震荡 又未算再起动 但其实它是升完之后 开始进入一个整固阶段 暂时可以留意18.34 四亿这些位置 企稳都可以再买 没错 又这么说 有些股份 其实都是没得升的 这只 这只之前充得很厉害 是的 可能市场有不同节奏 其实好医生 整个上午都是跌的 下午的时候才攀稳 不过 其实最后进涨也真的不多 只是升到一毫子 114.1 我觉得这两只都是 开始充完之后 还行整固 如果你走了 即高位走了之后 等它回一回 便再进入 如果没有走 譬如这些 都可以继续继续继续 没错 所以它是强势 不坏中长线的耐性 其实它没有一天特别有大升幅 不过是天天震震震震震 其实会银得挺舒服 因为它回又没有什么 不会突然间急回 吓走你的人 现在如果你进入 又是找没有一个近支支位 可以考虑用十天线 就是穿上升轨 穿十天线到 12.43做止线 如果现在才进入的话 没错 这些都是强势股 比较逆到市场 好了 恒生指数 最后收定了 其实好像没有什么 最初应该是297点升幅 现在295点升幅 24576点突破了 成交方面 本身800亿 现在861亿 即管看明天 明天就是假期前 最后一日市 看会不会明天 那些人要出货 不知 即管明天才算 明天早上 9点15分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